我们可以为每一个项目都单独的去创建一个要忽略掉的一个文件的列表 方法就是在项目的根目录下面去创建一个.gitignore的文件 在这个文件里面我们可以列出要忽略掉的文件 项目我们可以去创建一个这样的文件 在项目的根目录下面我们去创建一个这样的文件 先进入到这个项目的根目录 然后用wim去创建一下这个gitignore 注意这个文件是以.开头的 比如我们想忽略掉所有的扩载名是.log的文件 一般的就是一些日志的文件 可以输入一个星号.log 另起一行我们可以继续的去配置这个忽略的文件的列表 完成以后我们可以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再去提交一下 添加了.gitignore文件 下面我们可以再去试一下这个忽略的规则有没有效果 在这里我们可以去创建一个.log文件 用touch 比如我们创建一个access.log 查看一下现在的目录下面的所有的文件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access.log新创建的这个文件 下面我们再去查看一下现在的状态 用git status 你会发现会提示我们一个干净的一个工作目录 那么这就说明我们的git已经忽略掉了.log为扩载名的文件 要注意的是git不会忽略掉已经被跟踪的文件 那么如果你想忽略掉这些文件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git RM加上cache的这样的一个选项 再指定一下这个文件的名称 这样可以取消掉跟踪指定的一个文件 这样这个配置的忽略的规则才会生效 另外很多项目都有一些特定的文件需要被忽略 比如说Ruby WordPress Drupal 你可以参考这个地址提供的gitignore的模板 去为项目去添加这个.gitignore的文件 感谢观看